大家好 風小犬就漸漸地離我們遠去 各位先生 老師 校長 晚安 我們的同學拔稅南書院應屆DFC校生 曾同學Matthew 鄭 十七歲 十七歲應該不會須十一的吧 如果跟他有性行為 嘩 十七歲都未成年 當然會 我覺得會 我未發出過 香港有雞尖罪 你明白這件事嗎 我沒有姑姑 應該我跟她 她刺我 她上週三 四日就開始失蹤 終於在較早的時間就找到她 如果我是她老母 我就會收皮 什麼都好 反哀啦 反哀啦 七天 好不好聽 做人老母的 她媽媽也說 就算小犬也好 大犬犬儀也好 風過了之後 山泥倒下來 希望找回她的屍體 其實做人老母的 第八天 什麼都是做壞打算的 但香港這個福地永遠有奇蹟 看很多中國大陸的搜救 失蹤 海邊 少女 都找不回 香港真厲害 八天都找得回這個小孩 作為她爸爸媽媽 真是要檢討一下自己 對她小朋友的要求 壓力 和她們之間溝通的方式 對不對 還有不有效 有時候親子關係 對很多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如果我覺得她爸爸媽媽突然之間 一個兒子走去 沒有回來 一定是心急如焚 屎乎好像鬥馬 整個兒子坐不下了 今天終於見到小孩回來 真是可可可 好了 大老爺就講完了 講一些戰格一點的東西 我也有看年燈的 我想問一下 我也是照讀的 曾同學究竟是用什麼聲音水 為什麼可以八天的髮型都保持到 對 都總這樣 光澤亮麗 好像一點油膩都沒有 我也想問一下 通常這個小圈洗頭水可一不可再 即是你說她在水源附近逗留 那就有水飲 就算你抹大口 向天接雨水也好 首先 先清楚情況 情緒就是 為什麼你沒有衣服 因為怕冷 為什麼你不走要留在這裡 因為附近有水源 就是解釋了為什麼她沒有衣服 而且不回家 仍然留在山上 那你吃什麼呀 田鼠呀 老鼠呀 還是你有能本事 像豬師奶一樣 徒手撕爛些生鼠餵蛇 是啊 即是吃什麼呀 吃樹葉呀 吃蟲呀 難道吃蟲呀 那警方那個記者招待會 跟消防民安隊說了 就說呢 未詳細問她 也沒有這個刑事的成分 那即是沒有人需要為這28架消防車 9部救護車 120個消防隊隊員 和這個20幾個搜救隊的隊員 去埋單 香港政府萬歲 那也有網民說呢 為什麼一直以來這麼久都找不到她呢 那有沒有網民指出呢 應該她就是由第六宇宙去第七宇宙 喂 留馬車的Fan 之後呢就再回來 即是她已經在第七宇宙 結債 是的 已經修煉完回來的 還有些仲仆的人說 嘩 會不會被陳同佳 佳仔捉了呀 嘩 被捉了就麻煩了 那看留意附近的 有沒有一些行李箱啊 大一些行李箱啊 圍在三邊這樣 嘩 行李箱也衝過來 一小圈啊 大佬 你猜是留意附近的 那倒是 我下面真的是留意附近的 我呢 就真的很想看 看看她這個是什麼勁啊 不是什麼勁啊 是救援勁啊 嘩 八日 一個斷食的療程 是不是應該 我目測 是不是可以輕十磅啊 嘩 不止啦 我看她 嘩嘩嘩嘩 懸紅貼街招的照片 車靚白淨 蠢蠢蠢蠢 喂 大佬啊 你在那些什麼Tinder Dating Apps 那張照片 都是五年前的啦 那你老爸老母 不會立刻 由你昨晚 一起來還沒刷牙那張照片 來貼街招的嘛 應該都是近照啦 出來出去都是 車靚白淨 肥肥仔仔 突然找到這個 真是 嘩 受傷 分別尖了 不是啦 有些人說分分鐘 分不到究竟是她救 救那個是她 還是站在旁邊的叔叔 是啊 所以你看看救援人員多辛苦 救援人員當然辛苦啦 八天啊 還要打著風來上山 那隻手救隊那隻狗仔 都要跟你這樣狂奔奔幾天啊 出來拿工 就是那四個大顆腦 其實真是慘的 你這麼多人力物力走上去 是 救急扶危 請假一個生命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她會在那裡先 還有一個問題是 究竟她會不會 會 要不要求她最後要講出真相 講真話 還有有沒有人需要負擔 你不要說給錢也好 什麼都好 你不要可以給那些年輕人 有碗滑碗 到時是嗎 copy and paste 這樣 喂 我不開心啊 我珠斯拉我 還要什麼 八天啊 我脫掉衣服啊 消防哥哥一見到我 立即脫掉衣服給我 抱著我保暖啊 我想 lif象那道的 Wesley 嘩 我んだ你原來不滿 essay 身小腦肉桂 我怕我很會 我晚上想 records 不同的餐 sunt 我不吃消人 用來的 會是替你《磨鸳星》 聽見 són合成 Dad 我看去骨發赤 那些綠色衣服的 上陣的 好像大大隻 好像近年網上很流行斷食 流行斷食 人的身體經歷72個小時 不吃東西 就會細胞自小 重啟便會消炎 會潔淨 美化 美白 甚麼都有 它是白 走了幾轉 狗毛我就知道 汗毛 鬚筋 我就不曉得了 因為我都沒有吃過 年輕人十多歲的 是吧 我都有這個羞恥 有廉恥 有自由意志 我不會瘙瘟 民族幼苗 十七歲年輕人 你八天都沒有鬚嗎 是啊 你有一點點重點 真是的 狗毛就去剪一下吧 那八天都沒有鬚的 秘毛都沒有 我看到我的兒子 都有一些汗毛仔出一下 雖然我很想拿那些美劍拔掉 他很噁心 那些什麼 太監姑爺鬚 不要說鬚不鬚 臂毛都會生出來 臂毛哪會生出來 哪會這麼醜 八天 你不能修剪 你不是修剪 可能有自己的荷爾蒙 被我澎湃 兩三天都要剪一尊 你不是有病啊 臂毛幾天生出來 頭髮又不多 生了髮筋在鼻孔上 那你不如找髮再生 幫幫你吧 幫幫我什麼 幫幫我的鼻孔嗎 我行山 未結婚 未生子之前 都很有心 有心有力的 勃勃朝氣的 有行的 但是夜山 我真的好牛 因為我見過 日頭日白行山 我都可以一腳踩到蛇上 蛇被我踩中間 兩頭彈起 那時候我還沒開始玩蛇 我都真的有少少咬青 還有綠色的蛇 你分不清你是青竹蛇還是青脆蛇 很難分有沒有毒 誰知道我想捉牠回去養 牠有毒 我給牠洗一下 我就奶蛋 雖然我試過在雨街逃手 捉人家走失的蛇 我不知道牠是走失的 我覺得牠是走失的 因為我在路上 然後那些女人看見 很害怕 很害怕 我就說 等我來 然後我們一手拿了牠 回家養 那次真是蛛絲 民族英雄 人民救星 那時候 豬隊友都試過 晚上晚上上當年 年輕人的時候 拿著綿羊仔 扯著個肥肥重重的好朋友 有沒有鱗子 肥到有些鱗子 但我沒有發現過 是不是很像鱗子 總之都堵了 然後就坐在那裡吃宵夜 誰知道就走一走一走 豬隊友駕駛電單車的時候 我快到的時候 我以為是樹幹 橫跨了整條單線 或者單線至少2.5米闊 在這個情況下 你還不抵抗大德平 然後讓牠抵抗你 不是呀 我是想著 前面有個樹幹 橫跨了一個路段 我想要避開它 避開它 避開的時候 我發現那一盞頭燈射下去的時候 反光 牠看著你 我還未回得切神 Hello 摩托 我避開閃過去的 就是 扔開閃過去的時候 我後面那個 突然間縮腳 嘩 盯你又輝 然後大叫 嘩 男人老狗聲都變了 什麼事 射啊 大叫 我回頭看 嘩 蛇真的很粗 有沒有你的腳 很粗 嘩 我想有 其實 牠的頭 可能有我的腳板這麼大 你想想 那條蛇 還未見盡 後面還有 一兩天之後 看到東方 你知道東方很喜歡報 在赤柱附近 抓到蛇 大網蛇 很厲害 我看到蛇王 牠的蛇 是我的球網 都養了兩三年 但是 都還沒到牠的尺寸 蛇王 一頓弄在喉屈 位 就抓牠入袋 嘩 蛇王 都還沒算勁抽 朱隊友曾經有行 在工作環境上 也去過家道理農場 參觀過 那天 有一條網蛇 又是野生捉回來 押戒了 家道理農場 找一個外籍人士的獸医 從鐵籠裡拿出來 朱隊友在旁邊看著 那個獸医 是捏著蛇頭捏得 好像想殺死牠 捏著牠的時候 一元 之後有三個年青的助理 不斷搬蛇身出來 不斷搬 不斷搬 全程的獸医 是捏到那條蛇 是想殺死牠的 挺恐怖的 你不捏 真的 上次我也跟大家說過 我是打算清那個底裁 但是我那時候 還沒買一些工具 我就拿那些鉗 和手去抓蛇 那條蛇是很力 我說的縮米蛇 不是球網 縮米蛇 大家知道是細身的 那條蛇有多粗 粗過我的中指少少 多好力 他捲著我那個架 我真的 單憑一隻手的力 是弄不下來的 蛇是很厲害的 如果他真的有心 潛死你的 的話 真是收屁的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喜歡玩蛇 是因為蛇本身的身體是光滑滑滑 還有他基本上是有一萬條肌肉纖維的 所以他的力度 還有他那個細微 微條的肌肉動 是令到一些愛蛇的玩家 心心著迷 行山的東西 夜山我就好驚青 如果行日頭 我真的很希望有些朋友可以組隊 保持行山的興趣 但是現在的小孩是否流行行山呢 之前十八歲 十六歲的小孩 在沙田住 然後去鑽石山買iPad套 你買了什麼新iPad那麼厲害 你那個是不是智能 曉閃光的夜晚 半夜三更人家說明打風 你走去 沒有車了 走回家 雖然你是有腦 但是智商應該不太多 真是搞笑 行不到了嗎 我不知道 我又沒有試過跟Google來行山 不是的 我以前又喜歡做運動 也都知道一些 野外老出 喜歡跑山的老朋友 都上了一年多了 那些 我們正常沒有 玩開山的人 跟那些玩開山的人 是沒有比較的 我們看到的就是一條人走的路 他們看到的 是他們自己有另一條路 我試過跟他們跑山 跑上鳳凰山 經鳳凰山上天壇大佛 在大嶼山出發 是滴頭 不見人的 從林之間失去蹤影 你太慢還是太差 我不是慢 OK 但是他條路跟我不一樣 我又走一些康莊大道 就是你們會走正常的山路 但是他是飛去從林中間走了 之前我走山港 我跟那些男生 我一定是快腳 如果有三五七成群 一定是最快的一兩個來的 因為我是不能輸的 我是不能比有女生快 我一定是超快 試過有一個 在Discuss那些山野那裏 找一些行山友來一起走 我還記得那個人是做什麽的 做升降機的 我走得很快很快 最健康的狀態 他都覺得慢 因為他是跑 他一定是要跑 他還是要一個較快的速度 他保持著這個速度 如果走的話他覺得太慢 那為何他要跟你們走 沒有腳 喔 那倒是的 跑山算不算是小眾 或者比較另類的活動呢 可能也會是 你真是很難得會 認識到一些喜歡跑山的朋友 我好像認識了那幾個之後 都好像沒有聽過有朋友喜歡跑山 但是我見到連登也好 Facebook群組也好 對這個曾同學很多疑問 金田一上身 究竟你有沒有浪費警力 誰需要買單 你媽媽很古怪 究竟會不會講真相 問完又好像那些 阿追劈林作陳儀那樣 講來講去都說 我們沒有問細節 我們警方和消防 不知道那麽多 只知道政府 拿了很多人力物力來救這個小朋友 那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阿茅阿壽 又或者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又或者我 一個師奶 不見了 你會不會 未夠24小時 未夠12小時 立刻出這麽多 28架消防車 9部救護車 100多人 150多人 去找我 穩足8天 那香港對於未成年的人士 是走失的 都是特別關顧和應變措施 會比較快些的 關不關南拔事 那南拔 我想就 獨得南拔 他老爸老母都非苦即貴 不好意思 如果我的兒子不見了 我登的那個Facebook Post 我都是出中文 我想也是 還有 不見了 真的不懂得說 我朋友的兒子 就讀這個 什麽 蔡繼佑 我說為什麽你兒子讀蔡繼佑 你兒子小學讀什麽 他說蔡繼佑小學 我說他幼稚園讀什麽 他說 學資源 我說明白了 你收下吧 真的不得了 一條龍服務就是這些 你覺得他老爸老母是簡單的 普通你童我當然不是 究竟是不是那些什麽耶穌 天主幫到他找到他的兒子 我覺得就不是 究竟是問清楚他的兒子 究竟是發生什麽事 是不給電話他 不給他打機 DSE應界的壓力太大 還是其他東西 我覺得正常 就好像之前 連登仔有提到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 不是不是留意 有沒有記得很久之前 有一個遊省行兇案 震驚香港市民 有一個人 22歲的司徒軍昂 就很厲害這個攀爬 由24樓的大廈外牆 就爬入前女友的單位 就拿把刀 就一下子插下去 插他要害部位 狗刀拿他的命 他女朋友當時是在睡覺的 又是那些 女朋友打算跟你分手 他就覺得 我愛不了你都搞定你了 那案發之後 兩個幾星期 兇手一直都找不到 當然沒有回家 傻子在家裡 給警察周到 翻箱島櫃 又檢查了所有的東西 找不到這條小朋友 誰不知就峰回路轉 十七日後 竟然 警方在東龍島上 發現了這條 獸頭的背囊和隨身物品 我 我不聽十郎呼籲 我行山 不要說行山 我打算躲起來 避開豬隊友 指含針 有 食物 有 帶兩包薯片 有 一定要 如果我打算躲八天 我起碼都帶十二包公仔麵 沒有水我都可以咬 袋裡更發現他的身份證 在這個五十米下面 一個糾纏的小山洞裡面 就發現大灘的人血 燒黑的樹枝 和一些食物的殘沙 相信那個司徒軍昂 躲在那裏 躲了這麼多天 這些才是正常的 有什麼理由 你一條人 一條奔舟摻摻摻 兩頭摻摻 走上山 你說躲八天 還要有個小犬掠過 我在家裡 我都不下樓 我兒子都害怕 說跟他追朗 打風下雨這麼多天 還要撞症小犬 正常的 有些閒西人士 可能要人來救 隔一兩天才找到 都要立刻打斬爛陣 知不知道人體會失溫 失溫的下場是什麼 是怎樣會失溫 八天啊 大哥 都沒有這種症狀 還是好像那些狗 其實可以安排完食物 可以捱到一陣 又沒有食物 又有些溪水 很多人 你是學識水平 不過硬 你不要忘記 這個是天之嬌子 藍拔的學生 他是可以知道 這棵是什麼樹 他的果實吃不吃得 是不是有些生物 拜阿的常識 讀書是讀這些的 拜阿應該 那些什麼有口沒有光門 單細胞繁殖 會什麼都學的 是的 也是的 我一看這塊樹葉 還不是這個77年的 Feed 撕開它 之後吐出來 就搞定了 那我就說一個 絕對沒有fact check 絕對是一些 其實我開這個channel 都是說一下 是不是 看到有什麼 就說什麼 是的 我覺得 本人 個人意見 就絕不代表 任何可靠消息 那有些的 口戰人士 就說 我剛剛看完這個channel C 他們做這個 記者招待會 那個位置 就在這個 恆生管理大學 工商管理 的校舍 旁邊 就說 找到這個年輕人 就在老鼠坑 我不知道他的地形 那竟然有網友就說 這個曾同學 就約了另外一個男孩 就在山上 就做一些 惹裸的行為 和拍照 那什麼叫惹裸呢 我真的不懂 原來現在 之前不是有一個 City還是Polly 那條女兒 經常拿起那個波仔 是的 一會兒又說我 說人家波仔 波波波波 將個鏈子露出 於眾人面前 一會兒又在大學圖書館 拍照 一會兒又在地鐵 超市 不斷拍那些 夾夾相 波波相 就說那些學生 很流行這些東西 那當然 同性戀者 都現在都時興的 同志圈近年 盛行的行為 就是兩個人 性交的時候 就在野外 就是天體營 接受這個 天與地的融合 發生性行為的時候 就完成拍攝 誰不知 就遇人不熟 有人相信 有人 就有心 將這個姓曾的同學 的衣褲拿走 並且找水源 清潔身體 誰不知 那條人 自己清潔完之後 就迷路 就和這個男生 失去聯絡 搞到這個男生 沒有衣褲 就只能夠一直 在叢林裡 等候這個友人 拿回來的衣褲 誰不知 後來這件事 就搞大了 這個朋友 就不敢說這個真相 因為 姓曾這個小朋友 是未成年的 怕自己被人追究責任 也都很怕 這個人 這個同學 就把這件事 說出來 令他做到檢控 有些人還說 如果你們不信 可以看這個同學的電話 聽完之後 朱棣佑的心情 都突然沉重了 因為 我不是坐於父母的立場 去看這個小朋友 有多沉重 你不吵小子 你不吵小子 就走後欄 每個人都是這樣玩的 但我是由這個男生的 切身處地出發 如果這件事真是事實 真的沒有報紙都賣出來 那他回學校 如何面對同學老師 不要說如何面對父母 父母一定是最後 一定是包含個小朋友的 因為我覺得 你的性取向是你沒有錯的 你喜歡什麼都沒有錯的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輿論性太大了 你回學校 如果同學看著你問你 你真是 他的效果會怎樣呢 很簡單 好像政府那樣 有些什麼可以說 有些什麼不可以說 就自己先清一下 我就說 我老母不讓我打機 我很想死 怎知道死不去 多好東西 學一下我 敢不敢 敢不敢 我可以走八天了 我現在回來了 不行 這樣 最重要是自己找一個 覺得自己下台的理由 咬死他 死口不認 你能夠吹個仗嗎 明星啊 明人啊 每個人都死口不認 再看看 最後的事件真相是怎樣 諸道也覺得 我覺得不會有人 會走出來跟你說真相 是啊 始終都有知情人士的 但是 會不會公開呢 就是另一件事 說真的 如果我是警察 我問到你這個答案 我都可能會想一想 這件事對你以後的影響 一分鐘這頭 救完你回去 隔兩天你跳樓死了 那怎麼辦 那有些呢 還賤 他說賭書不肯切擠 就拿跑山當打掃 那我覺得這些 真的連登仔風範 左一點點 是不是 有些說什麼肥婆想選肥 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考慮 那怎樣都好 小朋友找回來 就絕對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無論他是什麼原因走都好 就是作為父母的 如果你不想沒有兒子的話 就不要再追究了 真的 真的 玩什麼就玩什麼 是不是有孫子給你抱 你開心 可能好像 你娶到個女兒的 好像我那樣 那樣 搞定你個奶奶的 結婚生子未必好事 同性戀 不知道是不是 就有他 喜歡打機 就有他 你自己 都一定是成功人士 他父母 那兒子 想自己走不一樣的路 就算他現在想去伊克蘭 就算去巴勒斯坦 做義勇軍 就有他 小朋友的路 他要自己為自己埋單 那為什麼你要把自己的人生 copy and paste 在你兒子身上 對 做父母 我覺得最重要 他回到自己身邊 健健健康康康落落 就不要用自己固化了的思想 去局限了他的發展 和他可以走的路 就是你覺得他開心的 他未必開心的 我見到有個媽媽 當然她是美其鳴 就說 我是想為我的兒子 學會游泳 令到他將來不能自救 他兒子狂握著池邊 下水的鐵架 然後他出死力地推他 拿手拿腳 把他弄下池 然後他的兒子 就這樣叫 我就自問不會拿這些教育方式 我每次去到就讓他玩 你不想下水就玩沙 你不想游 就玩水泡 突然間他有一天 自己就會開始識美水 開始狗爬式 循序漸進 你給他一點時間浸一下 我的教育方法 當然我兒子去不了南拔 但起碼他不會想死 其實說真的 十隻手指又長短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去長處短處 就不一定說你要去這樣做 就一定會這樣做到 可能他厲害的地方在第二邊 所以這些事情 真的做父母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望子成龍的 喂 如果你的兒子 做了流馬車 或者這個周永恆 可以嗎 那我覺得一定不會 因為始終自己那個性格 或者自己價值觀 都覺得自己將來有些朋友 最大機會都是似自己的 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不是啊 流馬車挺成功的 起碼人家可以收到 一百萬去打拳賽 你沒有啊 我也是啊 喂 說不定 忠媒生會找豬隊友上台呢 先出名吧 好啊 拜拜